我要请各位注意,下面我要说的话是灵恩派最难接受的话,那就是保罗强调方言是私底下使用的,不是在公开聚会中使用,保罗对于公开说方言有严格的限制。 首先他说,在公开场合,最多只能有两三个人说方言,而且前提是要确定会中中有人可以翻方言,这样才能够造就别人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的原则是,你们聚集的时候要做能造就别人的事,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表达, 你也许想要表达自己的恩赐,但是如果对别人没有帮助,就必须约束自己。 他特别禁止在公开敬拜中集体说方言的做法。 我认为,不管是说的或者是唱的都一样,用唱的也不行,因为原则还是一样。 请各位注意,只要别人听不懂,就无法造就人,想要帮助别人,就要让别人能够听得懂,听不懂就得不到帮助,所以方言必须要翻出来。 如果每个人都唱灵歌,在场的非基督徒,还有不会唱灵歌的基督徒,会感到格格不入,不被接纳。 保罗说,因为方言是给不信者的记号,他引用以赛亚书一节经文,神对以色列民说, 你们不肯听我的话,我要审判你们,让我的耶路撒冷城充满你们听不懂的话。 他是指巴比伦话,他说,你们听见那些话却不明白,这时就会知道我弃绝你们。 保罗先引用这句话,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,所以不要大家一起说方言,因为这等于在说,你不属于这里,我们不要你,你不属于我们。 我相信,不必唱灵歌,也能够在灵里喊真理里敬拜。